每天进步一点点 让自己的灵魂比出生时更纯洁一点 高尚一点 这就是我认为人生要活出的一个价值 我们提出的一个改善的建议 可能对它以后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可能哪怕当下肯定有些同事的力度是很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没关系吧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 我想会应该就是高尚和顾先生讲的发展 我们应该就对它保持一种 就是一种接受呀乐观呀这样的态度 这就是一个可能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